普贤诗愿的第一愿 离经诸佛了 用平等心看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皆是菩萨 一切众生皆是福 一切众生皆是未来福 在佛经上常常这样教导我们 我们没有把它落实 我们看到小动物还是轻视它 它是猪神 它愚痴 这就是傲慢 如何能看到这些小动物 生怜悯性 生慈悲性 生恭敬性 神尊重性 我们对它尊重贡敬 我们称它为菩萨 我们齐心动念 它知道 所以跟这些小动物可以感应到 真做 它就真有效 它就真有感应 初学的时候 比较困难一点 你把那个困难关 克服过去了 正常了 没法子克服过去 是什么 是自己 不肯不识 那文字类要 我现在 不杀它了 把它赶走 但是不肯识语 我们对它的心 还是有 亲满 真的尊重 恭敬 它了解 它也会尊重你 也会恭敬你 可以侯目相处 互不干扰我 我们要下定觉醒 要真干 要真正做 无下列心 就在这些小动物身上 落实在这个地方 真诚性 恭敬性 我们常讲 真诚清净 平等 真觉 慈悲 对待的小动物 能以真心 待小动物 那么对人 对死 当然就一片真实 这个人 菩提心发起来了 静宗修学的条件 你就居足了 发菩提心 一向专业 你就成就了 应光大使 在文朝里的记住 他都常常写的提到 他房间里面 有跳蚤 有蚊虫 有蚂蚁 他的视觉 要把他清除出去 他禁止 让他们在此地 给我警惕 我的德行还不够 还没有真正能感动 他们 过了几年之后 老婆上家 七十岁以后 他是八十岁圆寂 七十岁以后 他房间里 这段都没有了 你就找找不到 偶尔到外面 只要他住的房间 这些蚊虫蚂蚁 都不会去 这说明 老婆上七十岁之后 感动的小动物 他实现给我们做榜样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用平等性 用平等性出师代人介乌 一种蛮